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闆妈妈 我们每间店呢 同时都会有四只狗跟十只猫在送养 其中四只狗呢 会有一只狗是成犬 三只狗是幼犬 原因是因为成犬比较有地狱性 跟比较警戒 或者是他们会有 没有办法休息等等的状况 因此一次一只 我们会比较好照顾 那幼犬其实就是出生之毒 就是还不会有那么多 呃 那么多龟龟毛毛的阵头 然后比较好吃好睡 所以我们可以一次中途三只 也因此我们其实一直在送养大量 大概三至五个月的幼犬 但幼犬送出去的几个月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领养人 常常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像我前几天收到高登的领养人问 他的领养的时候大概是七个月 高登现在大概是一岁左右 讯息内容如下 这阵子高登对于各种声音 不管是车子陌生人的接受 都有点倒退 在家里会因为一点点声音 例如厨房的切菜声 锅子的碰撞声 邻居发出的声响等等 他就跑去房间躲起来 或者是吓到废叫 但他散步出门前很兴奋 感觉很想出去 但只要走到 一走到 那个大门口 就会卡住不敢走 安抚他或是拿零食诱导 都很难让他跨出大门 有时候又勉强愿意前进 有时候又需要用抱着他才出门 又会因为经过的人跟车 害怕坐下来不动 或者是马上想逃回家 看他在家里这样子不安 出门又很慌张想逃 他们很心疼 很希望他可以不要再害怕 活得自然开心一点 然后还在想办法 一起跟他度过 其实很多领养人 都有类似过的反应给我们 就是小狗突然性情大变 以前看到人开心得要命 怎么突然变得紧张兮兮 或者是本来散步很正常的 但是现在散步就是出现一些 被叫啊 张口要咬人的状况啊 等等的才发现其实很多的养狗的人 不知道狗狗其实也有所谓的一个恐惧期 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今天我们请正向思维艺术的Polo爸爸来跟我们分享 如果你养狗是从幼犬开始养 这个真的不能不停 那嗨Polo爸爸 哈喽各位浪浪别哭的品种大家好 我想要先问Polo爸爸可以先跟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是恐惧期吗 恐惧期我先讲另外一个 大家不要常听到就是社会化的黄金期 因为很多人养了幼犬之前 都知道好像四个月雨下的狗狗 是在社会化黄金期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经常大家出去社会化 但是恐惧就是在大脑发展的阶段 可能在我们的核心 就是性能和管理恐惧的核心 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 那外界的感官 比如说视觉听觉 开始慢慢成熟了 我们就可以接受到更多的外界的资讯 但那个资讯到了一定的量的时候 就会有开始有恐惧的感受 所以在目前的研究 他就是有一些时间点 比如说大概会分到八到十周 会是第一期 然后有些研究可能到 比如说低于五周开始 可能就会狗狗会出现一些恐惧 回避的反应 那有些时候狗狗会延到 大概十六周左右 大概四个月左右 这些狗狗也会开始出现 就是恐惧的反应 所以那个其实恐惧期 在第一期的时候 其实range还蛮大的 需要就是不是说 好像这两个礼拜 结束了就完全结束了 那还有就是第二期 恐惧期还有第二期 就是狗狗来说 可能就是六个月左右 到十四个月 所以刚刚讲的那个高登的例子 他就刚好在一岁左右 发生的 所以他就在十四个月的 第二期的这一段阶段 那六个月其实也蛮 六个月到八个月其实也蛮长的 所以他其实不是每一只狗狗 发生恐惧期 就是对于恐惧的反应 特别的明显的 那个阶段都是固定的 还有很多个体的差异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对生存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极致 因为呢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狗狗生下 他小朋友就是很可爱 什么都不怕 然后有些声响 他就那是什么 他好奇心会大过于恐惧的感受 他就会去接近嘛 那如果他长大了之后 还是这样的个性 那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接近他 然后可能就被 可能若是都市 可能就被车子撞了 那若是在野外 可能就被其他的生物就是攻击或是吃掉了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生 一个动物的发展机制 为了生存所需要的 因为我们害怕 所以我们才可以 回避那个害怕的东西 继续存活下来 然后我也分享一个 就是我上 我前几天才去一个讲座 然后呢 那个妈妈带着一个 他六岁的小朋友来上课 然后呢 那个我就拿出我的上课的道具 一个狗的娃娃 小朋友马上吓到后退 他说 拿着拿着拿着 我很害怕那个东西 不要发现我 不要发现我 然后那个妈妈就说 最近在那个恐惧期 其实人类也有恐惧期 就是呢 研究指出 就是人类在八个月到十个月左右 会是第一期的恐惧期 所以跟刚刚的那个狗狗的八到十周 是不是那个数字还蛮接近的 那人类有第二期 就是四个四岁到十二岁 所以他范围也很大 所以这个就是分享给大家 就是好像人类跟狗狗的这个发展 其实有点类似 那每一个狗狗都会有恐惧期吗 就是都会有恐惧期的反应吗 如果是以发展阶段来说 每一只狗狗都会经历恐惧期 但是他如果在经历恐惧期的那个时间点 那个外界环境很和平 然后呢他就觉得很安全 然后没有什么需要值得害怕的 他就安全的度过这个恐惧期 而人类看不太出来 也许就是他就是在那时候 可能就是在家里面 然后人类就是白天上班 晚上就回家陪他们 然后就玩 然后出去散步的时候 附近居家也很安静 很刺激很小 所以那个恐惧期的反应 就会比较小 就可能看不出来 那会不会有的狗狗就是像人类一样抗压性不同 会有的狗狗抗压性比较好 所以他可能恐惧期也不明显 我觉得抗压性有点难去定什么叫抗压性比较好 不过我会觉得就是那个反应的程度 是比较 人能不能够看得懂 譬如说对我来说 我当然有看过很多的资料 看过很多的狗狗 在表现恐惧的样子 所以我对狗狗恐惧我是比较敏感的 或者是我的资讯就比较多 所以当狗狗表现出一点点恐惧的时候 或他可能是表情的变化 或是看到某个东西 他突然静止不动 他可能有点一点点害怕 但是一点点害怕跟他恐惧期 就是是不是就不能放上等号 那我就会持续的观察 他好像对于这个 可能放在地上的一个电风扇 或是他看到他自己的影子 就是开始原本只是经过 好像会停住 然后开始隔天经过的时候 开始就是倒谈 然后他开始都要吠叫 然后做出他的那个恐惧的程度 越来越增强了 或他可能 然后时间点刚好在 那个刚刚讲到那个时期当中 或他可能进到恐惧期 但我不会说 他现在就是恐惧期 因为你知道那个人群很宽吗 所以我们可能 他可能需要我去改变一下环境 让他经历这样是 这个恐惧的事物 稍微减低 有可能会先暂时把那个镜子盖起来 电风扇 把可能先收起来 然后可能过几天再拿出来看看 所以他就是一个 就是看狗狗的反应之后 我们来做一些调整 让狗狗可以在这个时候 比较安稳一点 那有遇过什么样实际的明显的状况 就是可以判断他是恐惧期吗 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比较明显的是 原本他不太害怕的东西 像刚刚我讲的例子是 家里面原本就有的摆设 他可能是一个盆栽 然后盆栽风吹过去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点晃动 那原本在一般来说 经过这个盆栽 看到这个东西都觉得 OK 我觉得他就是家里面的一个物品 但是突然之间 他开始对这种会晃动的东西 或是那个窗帘风吹过去 会有点摆动 开始做出一些 就刚刚讲的恐惧的反应 对他废叫 然后很激动 然后他把它破坏掉 那我们大概就 他可能就是那个恐惧的反应 好像蛮明显的 就是有点像是 一个开关被打开了 那我们就好像可能进到这个恐惧期 那我们就开始要做一些 就是环境的管理 因为常常那个 领养人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他都以为是狗狗是种血 还是怎么样的 就会有一些这种反应 那其实针对恐惧期这段期间 我们可以分别做哪些事情 来帮助小狗呢 所以其实你如果去上网搜寻恐惧期 那让很多其他专家给的一些建议 那我稍微整理一下 以我这边收到的资讯 我给一个比较原则性的好了 好所以做法上其实 如果我们都采取的是 比较正面的教养方式 当然其实也许狗狗 面临到恐惧期的时候 你的处理方式已经是蛮不错的 所以我大概整理一下有几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要提供安全感 因为我们没办法去影响狗狗 不会经历这个恐惧期 因为它是一个生理发展的机制 所以它进去到我们观察出来 它好像有点恐惧期的阶段了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做一些准备 所以安全感是一个最重要的 尤其是右拳 那右拳他们其实安全感 除了觉得安心 这种感受之外 对他们的去外界 去探索那些陌生的事物的自信心 就是它是一个一体两面 就是他如果觉得安全 他就更有的动机去查看 那是什么东西 原来是之前看到的电风扇 就是窗脸部 就是我自己的影子而已 好所以那个安全感就很重要 那他如果进到就是第二期 就是青少年时期的时候 那要避免的是挫折感 那挫折感其实跟安全感有点类似 就是他想要获得什么东西的时候 如果我们都一直拒绝他 你想要跟我玩拒绝你 你想要吃零食 但是零食当然不能吃太多 但是偶尔吃一吃 他说我现在想要跟你玩游戏 想要吃点零食 你可以分他一点点适量 但是完全的抗拒拒绝他 或是甚至在激动的时候 把他关起来 其实都是一个很重大的挫折感 所以青少年要避免挫折感 所以是第一点提供安全感 那第二点就是要满足基本需求 那基本需求其实已经是另外一个 可以讲一整个 一整集或是一堂课的 在讲基本需求是什么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要有足够的充足的营养 那营养不足 当然他可能会有一些疾病 还有一些就是神经系统发展的时候 会有一些那个比较有状况 所以营养充足 然后呢 幼犬就是要适量的公餐 跟适当次数的公餐时数 比如一天可能要 必须四到五餐 如果还小的话 那可能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可能三餐两餐 不能一开始幼犬就给他两餐 或是甚至一餐 那他吃饱了 然后他就会有 大概有十二个小时都在饥饿 然后他就吃到下一餐 其实饥饿就本身就是一个 让他变得对环境 没有安全感的感受 所以呢 饥饿感是又有需要注意的 然后那就是 越来越长大的话 那就是要安稳 且足够的陪伴 所以人在陪伴狗狗的时候 不能一直去动弄他 他都没办法好好睡觉 让他过度兴奋 或者去吓他 觉得很好玩啊 嗯 好 所以就让他安稳 陪在人的旁边 我们就是一个 保护他的角色 然后要足够陪伴的时间 因为他们狗狗是 群体生活动 所以当我们 呃 离开他的时间太长 他就会累积累积 慢慢累积很多的压力 嗯 所以就是安稳 且足够的陪伴很重要 然后呢 那就是有趣丰富 还有平静的游戏 所以刚刚那样 有趣 但会让他有点兴奋 把他跑去 但是不能有趣 过度的变成 就是太太过度兴奋 那兴奋其实本身 也是一个压力 等一下我提到 压力是谁 好 所以就是平静的游戏 可以帮助他 在情绪平稳的时候 哎 我玩完了游戏 哎 我好好的睡觉 好好的休息 然后就陪在人的旁边 那人就不会觉得说 哦 够够 那幼犬很需要跟人互动 就跟同伴互动 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 好像幼犬一直黏着我 好像很烦 因为 如果你提供游戏 是很兴奋的游戏 他就会一直黏着你 想要继续 继续玩下去 那如果是个平静的游戏 他就会好好的休息 比如说嗅觉游戏 就是很好的平静游戏 那再就是呢 人一定要学会 就是狗狗的爸爸妈妈 照顾者 一定要学会 观察狗狗的行为 跟情绪 那你可以去判断他 就回到刚刚讲 我有很多观察的 的经验 所以我对他恐惧的 这个强度 他可能不用到很强 我就可以知道 他现在好像 有点害怕了 然后就可以适时 在当下 帮他做一些调整 而不是他真的 真的吓破胆了 狂叫 然后就是刹赛 那时候才说 他好像有点害怕 那可能就太满了 那这个恐惧 就可能会影响他 狗生一辈子 因为这个强度太强了 所以这个要学习 去看书 或是上一些讲座 都可以有帮助 那我这边帮大家 先问一下 就是可能会 狗常常出现的 几个反应 就是假如说 他在散步的时候 像高登刚刚那样子 突然不敢跨出门了 那这个时候 家长应该要做 什么样的应对 会比较好 如果他现在就出现 他不敢出门 当然我们就知道恐惧 其实他不是一直都 持续这么久 所以我们可以先 那我们今天不出门 没关系 那我们就在家里面玩游戏 所以就是没有说 一定要带出门就对 他们就会觉得 散步一定要散到 所以其实在这段期间 如果狗狗不想要出去散步 其实就可以不要出去散步 对 所以回到散步的本质是什么 一个就是 就是说 适应环境 那一个就是活动 所以呢 适应环境的部分 我们要控制那个刺激量 那活动的部分 那就可以借由 其他的游戏 就是刚刚讲的 平静的游戏 让他去玩玩玩玩 那个动脑筋 就是活动大脑的游戏 其实也会消耗很多的能量 所以那他情绪又平稳 又消耗的能量 他就可以好好的睡觉 然后度过这 也许就是一个礼拜的恐惧期时间 然后我们当然可以持续的尝试 今天不要出门 今天不要 那我们走玩游戏 今天不要出门 今天可以走出去两步了 有进步了 然后他可能走到那个楼梯狗 或是电梯狗 我想要回家 OK 那我们回家 好 所以 还是可以尝试 他的反应 但是你要知道 他当下如果害怕 我们就回到安全的地方 让他有安全感 有信心 再重新踏出去 这才是让他可以逐渐进步 然后逐渐有能力 去学会如何去面对 恐惧事物的那个过程 那假设说他突然 本来不怕人 现在变得很怕人了 那看这个人是谁 如果是陌生人 那我们可以控制陌生人 到访的次数 就是 也许可能要过了一段时间 一两个礼拜 你觉得好像 他情绪变得蛮稳定了 那我们再介绍一个朋友 到我们家来 那如果是家里面的人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 像是某些人的动作 可能过度过大 讲电话太大声 或者是 在看电视的时候 就是可能好笑的地方 他也表现得很大声 那或是 可能家人吵架 也许啦 所以这种东西 如果看到狗狗在 害怕的 当然我们就觉得 我们要稍微让这个环境 就是平静的时间 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怕人 会是看 那个对象是什么 那如果是自己的话 当然就可以选择 稍微让自己也 就是稳定一点 平静一点 那狗狗平静的 程度就会比较 就他可以从恐惧的情况 很快会进到 比较平静的情况 因为我们先平静下来了 那恐惧期一般 大概会持续多久 这个就要看个体了 一般我的经验 是大概一周到两周 那也不长嘛 对 那刚好如果遇到外面下雨 没办法持续散多久 有些人可能就根本就 不知道什么是恐惧期 因为刚好就在家里面 这样子而已 那恐惧期 有没有哪一些事 一定不能做 我会问这个 就比如说 像我们就有受养过 正处在恐惧期的领养人 他刚领养回去 就觉得可能 想要帮狗美容 他第二天就 马上带他去美容 然后剪指甲 结果后来这只狗 本来应该是蛮 算是跟人相处 还蛮好的狗狗 他后来就变得很怕狗了 后来就变得很怕人 对 就是会不会有什么东西 在这段期间 是一定不能做的 其实 我说我要说不能做 我把它换个方式来说 这个不能就是 我们不能做过度的刺激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狗狗 他不是天生就会适应 就是水冲到身上 然后整个过程 要假设最快 半个小时 假设 如果是长毛 可能就要更久 所以我们会知道 他进去到那个过程 一定会有一段的时间 很多陌生的事物 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是 他不熟悉的事情 那这些不熟悉事情 就会是造成 他有可能恐惧的来源 所以我们在 对狗狗做任何安排的时候 尤其是幼犬 就是青少年时期 我们都要先想好 我现在帮他做这个安排 对他来说是会有什么感受 所以我也整理了几个重点 一个是 当狗狗在表现恐惧的时候 他是一个情绪的反应 而且他是因为害怕 而表现出来这个反应 所以千万不要去处罚他 即便我们在当下 可能觉得狗狗这个非叫不礼貌 或者是对环境 对别人造成影响了 但是能去处罚他 只会让他更恐惧 而且他原本是对于 外面的事情恐惧 这个时候去处罚他 变成是对逆恐惧了 所以他的恐惧会影响他很多事情 比如说他对环境 甚至是对你的安全感 还有他自己本身的自信心 他都会下降 所以这个处罚就包括 就是实质的去产生他的疼痛 或者是你去骂他 这种威吓的感受 其实都算是处罚的一部分 因为他感觉到害怕 那有些人会想说 狗狗这个时候对 也许是在家里面 对外面的声音的反应比较大 那我就把他隔离 我希望他不要叫我把他隔离 然后人就跟狗狗分开了 所以对狗狗来说 因为狗狗就是一个需要 跟人陪伴相处的动物 他们是群体的动物 所以跟人分开这件事 就是一个 我们叫做心理上的剥夺 或是情感上的剥夺 就是他想要跟人在一起 他会比较安全感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把他隔离了 因为我们不喜欢狗狗的某些行为 我们用隔离的方式 希望他冷静 但是他同时也产生的是 我会被跟这个人分开 我会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跟他分开 我想出去我想出去 所以这种处罚 也说这些项目 都不要在这个时期去做 然后第二点就是刚刚讲的 不要去过渡自己的环境 太多的人车 或是太吵杂的散步的路线 或是你要去他还没有适应的环境 比如去美容 就是还没有适应的环境 都会有更高的机会让狗狗感到恐惧 那如果真的有必要 比如说去收医也是一个 他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环境 那除非有必要看医生 或是真的有必要 我就要去美容室 帮他做一些 比如说可能猫打结的很过度 比如说你是刚刚去领养来的狗狗 他可能很过度 或是去外面就是捡到果子狗狗 但是找不到他的原主 他就是你想要领养他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有些必要的程序 尽量的和缓有足够的时间 让他去做一点点修毛 或是做一点点像健康美容师 跟狗狗先建立好关系 为他吃这东西平静了 就修毛一点点 然后再休息一下 再修毛一点点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渐进式的适应 然后做一个最低 最低程度的程序结束之后 就先回家休息 然后我们下一次 可能下次还有需要 我们再过来 所以除非有必要 我们会采取的是 渐进式的适应 或是我们就 如果他不是一个必要的程序 那我们就在家里面 先休息好 过了恐惧期 然后我们再带他去 重新适应一下 看医生或者去美容的那个过程 因为其实这段时间 也不是很长 就是应该保护好 让他小心的过去这样子 那像有些人呢 会用责罚来教狗狗 如果他刚好又处在 恐惧期的阶段 会不会对未来造成什么不可抹灭的影响 我觉得最大影响就是 他对照顾他的人会感觉到害怕 因为他就是 就是其实 当然狗狗会看人的脸色 所以这个是不是在准备要发脾气了 那可能就会躲起来 或是怎么样的 所以他会觉得在这个人的面前 或是跟这个人一起生活 他不是一个被保护的 那就回到刚刚讲的安全感的件事 那他如果很容易进到一个害怕的情绪 那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翼翼的 那这个小心翼翼 就会是一个我们叫做慢性压力 因为他随时都在 关注环境的某些讯息 我是不是该回避 我是不是该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呢 这些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外界 他其实就会造成他们 就是压力的累积 所以这个其实 我觉得长期来说 他会是一个蛮重大的影响 那他可能延伸出去 就变成是你带狗狗去哪里 他会更容易可能害怕 他没办法相信在你旁边 是被保护的 他的恐惧的反应 就会变得比较剧烈 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 就是广泛的影响 那这个就很糟糕了 因为带他的人 他是会怕他的 那就会影响很多事情 那什么样的状况 会造成小狗压力 我们知道小狗的抗压力 好像就是是不高的嘛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怎么样会造成小狗的压力 压力的压力 我可能要先理清 什么叫做压力 其实压力 我们会讲的压力会是 就是我以一个行为 或者是生理的角度来看 压力会是 它就是一个荷尔蒙的机制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 就是回到这种 比较生理上面的解释 大家也许会比较能够 懂得压力的机制是什么 然后压力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而不是单纯就是 我的感受 当然感受好不好 也会是一种压力的回应 但是它还是会影响 我们的荷尔蒙的作用 所以压力其实简单说就是 多种压力荷尔蒙的 造成我们的情绪的感受 或者是生理的影响 比如说你可能会 早上起床的时候 你要就是光线照到你的脸上 那你准备醒来了 那你通常就是 有些人会来床 有些人就 我要起床了 但是那个过程 就会是很多的压力荷尔蒙 就是皮脂醇会分泌 然后催促你说 对你等一下要去上课 大家就上班了 然后就是有这个动力可以醒来 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就分泌一些 就是皮脂醇 这个压力荷尔蒙 让你可以提振精神 然后你可以去开始准备 然后去上课上班 然后你在过程当中 也会有很多的事件发生 你要去赶车 或者是你要就是赶路 或者赶时间 然后这些都会有一些肾上腺素 造成你要快速活动了 好 所以肾上腺素本身也是一个压力荷尔蒙 好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日常当中 就是一个必备的过程 你要 你要工作 你要上课 你要集中精神 那这些压力荷尔蒙都会告诉你说 你要专心做某件事情 然后让你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人还可以 或是狗狗 他们还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的压力荷尔蒙 都会是好的事情 但是呢 如果超过了 发生 比如说给你一个很重要的责任的工作 你可能就觉得 这个东西超过的能力 我很焦虑 我做不好该怎么办 那这个没办法 就是担心过度了 或者是这个实质上 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 那个前几天就是大雨 然后打雷 然后这种很过度的刺激 那他们当然也没办法做什么事情 狗狗没办法做什么事情去逃避 他的人接受 所以他就变成是 我没办法改变的事情 那这就造成大量的压力的荷尔蒙的分泌 他想要去回避躲起来 过度的就是疼痛 或是就是不舒服的感受 或者是 我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担心的事情很多 他都会有很多的压力荷尔蒙的分泌 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压力解释完了之后 我们就回到狗狗 在日常当中 有可能是有什么压力来源 比如说假设家里面的事情先不讲好了 假设我们曾就是已经学好一些事情 要好好对待狗狗的人都是很有爱心的 去面对狗狗 那也许就是外出认识环境 对于幼犬或青少年犬来说 就是日常当中最大的压力来源 因为很多新的事物 他就要去熟悉 然后去确定 安不安全 安不安全 那是狗要干嘛 那是那个小动物是干嘛的 然后很多的 就是因为每天天气都有些变化 温度有些变化 所以这些感官资讯 这些讯息 他要去理解 他都是会是一个压力的来源 所以当我们带狗狗去一个过度刺激环境 就很多的人车 刚刚提到 很多的人车 很多的旁边附近一堆狗 那些狗可能又在吵架 然后对他们来说 就会是一个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这就是个担忧 所以包含的身体 有很多的压力荷尔蒙 就是这些感官刺激的输入 他没办法解决 然后他被人牵着牵着 他没办法离开 这个时候 他就变成是一个过度压力的情境 所以散步路线变成是 这个时期也许是比较重要的 你要帮他挑选 适当的路线 然后呢 那个适当的时间点 然后也不能太热 若是夏天就不能太热 好 那 所以这部分就是了解 那有些人说幼犬 除了要耐心教育的话 他也是 可能会有拆家 分离教育 废教等等的 这个青春期的问题 那现在又加上这个恐惧期 好像真的会蛮花费心力的 你会建议如果 没有办法面对或处理的 领养了你就直接领养成全吗 我自己会本 我本身的话 我到期 我可能也会站在这样的角度说 你就领养成全 就比较 比较稳定 然后呢 但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层面 是如果 如果我们在养狗 我们先挑选了一个 它比较稳定 所以我们去养的这个前提 但我们没有想到说 我们去学习了解 这只狗狗 它本身的样貌 它会进到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我还是没办法去 有更多的动机去学习 狗狗的行为 还是要等到它 也许它又发生了其他的问题 然后我们才去想要解决 这可能是一个 所以我可能 我们不会完全的建议说 领养成全就好 而是你不管领养 哪一个年龄层的狗狗 当你要领养的时候 你都要先去做好一些功课 或者是询问一些专家 说我需要先注意什么 那我之前其实也蛮多讲座的学院 它其实还没有养狗 它有 有些是已经有看好 要养哪一只狗了 它会跟我讲说 我准备要养这只狗 然后它在 在那个 中处状况是什么 或者在中处自家的时候 它的状况是什么 跟别的狗互动的情况 它去跟它互动的情况 它没带回家里面 它进来上课 然后跟我讨论 它的居家该怎么安排 该怎么 添加什么设备 狗狗到家里的时候 或大概什么 情况会发生 我需要做好些什么功课 说看什么书 或是学更多的事情 好 它准备好了 然后它才去领养那只狗 那有些人是先上完课了之后 再去想说 好像什么狗 比较适合我的环境 所以这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就是 不管什么样 年龄层的狗狗 都有不同的功课 需要学习 那你学习完之后 你就会有更多的能力 或是更好的处理方式 当他们在家里面 做出那些相对应的 觉得好像有困扰的行为 或是他们的情绪 过度的焦虑 或者是过度的有压力 这个时候你都会有能力 帮他们调解解决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对于领养年纪这部分的建议 你要先去学习 那有些人会觉得 好像养幼权 能力充实起来 对对对 这个其实最重要 因为你就会有到 更有更多照顾好他们的信心 然后就不会 这个该怎么办 那个该怎么办 手忙脚乱 然后赶快去上网搜寻一下 这个人讲了这件事情 然后就好像用像是 我最担心就是有人会用 就是做实验的方式 我来试试看 我找了五个方式 每个都去试 那狗狗就会觉得 你怎么一直变来变去 他会不知道 你知道到底要做什么事 所以呢就不要用 也不要用做实验的方式 去测试网络上面 告诉人那些资讯 所以可以先做好功课 找到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专家 当然他选择的方式 如果是正面的方式 鼓励的方式 当然他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 然后就是有些人会想说 养幼犬比较有那个亲密 比较好的亲密关系 那我自己的经验是 不管是成全还是幼犬 其实他们都会有他们建立 亲密关系的那个过程 也许对幼犬来说 他会更多的依赖你该怎么做 依赖你 然后会念着你 想要跟你互动 那是很快速可以建立亲密关系 那成全可能需要一些些时间 但是如果成全确定 你的那个照顾他的方式 都他很自在 很舒服 很安全 其实建立关系也很快速 而且那个建立关系的维持长度 并不会亚于幼犬 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种 我们从建立关系的角度来看 我们会觉得 不管是幼犬还是成全 其实他们都会有 跟人建立好关系的那个 不同的过程 那他就是一个你越来越了解他的这个过程 像我们最近有发现一个很 一个现象就是 店里如果来比较乖的成全 都可以很快被领养 然后反而变成幼犬比较难送 这跟以前 这跟之前在送养的状况很不一样 以前都是幼犬送的比较容易 但是大家现在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 开始觉得 哎 钓幼犬送养的速度反而是很慢的 然后乖的成全一来就会送掉 但是如果有问题的成全 就是也会待很久 对啊这个 就是不知道是 现在越来越多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讲座 或是课程可以帮助大家都可以提早 在养狗之前做好准备 我觉得那些已经看起来蛮稳定的 也跟人互动蛮好的成全 当然比起一些 我还在发展期 然后就是冲来冲去 然后一点不稳定的状态来说 也许他的生活环境 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做太多的改变 我的环境还蛮适合这次成全的 那我当然就是领养这次成全 会比说我还要就是 牺牲我的睡眠时间 然后经常来照顾这次幼犬 还要跟他磨合很多 但是这样子对于 我们在颂养的这个单位来讲 就是觉得 大家都只想要乖的狗 然后如果就是 貌似有一点点就是比较活泼啊 我觉得像是比较活泼狗都没有人敢养 就是最近都有发现这个状况 只要那个狗看起来比较 外向比较活泼 反而都没有人敢养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 要为了这只狗去改变很多生活作息 然后去改变很多生活方式 反而就没有人想养 就是这也是很可惜的部分 然后现在就变成 哇好失衡哦 那个领养的这个 就是乖的大狗 好多人一下就带走 然后幼犬 然后很活泼的 好像在人身上 如果小孩活泼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在狗身上活泼的话 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这是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也跟也跟宣传的方式有关啦 那大家 他就很有就是都市化的发展 其实现在养猫咪的人比养狗的越来越多 那大家都希望我自己已经很忙碌的就要去工作 那养一个就是我要花很多心理 当然就会比较困难 但我还是会回到 如果我们在做教育部分 或是宣传部分 我们会就是让大家都有更好的能力跟准备 不管是照顾幼犬或是成全 我觉得他还是会回到一个稳定 就是他想要养幼犬的人 他就会 哦那我就养幼犬 或者他曾经照顾过幼犬的人 他会有更好的 当然他就有经验跟能力去领养幼犬 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说 好像真的大家就会指领养成全 乖乖的成全 你刚刚讲的也很对哦 就是如果提升自己的能力 不管是什么狗 其实就会都能面对能处理这样子 这个提升自己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那假如今天呢 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你会建议领养人要寻求帮助了呢 因为现在网路上资料很多 影片也很多 但是在怎么样的状况下 你会觉得就是 他应该要找一个真人 然后来的专业来寻求他帮助 我觉得如果当已经遇到 你觉得有困难的时候 当然就是需要帮助的时候 就也不要吝息的去寻求 其他人来协助你 因为因为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开始有点慌张了 然后只要越慌张 我们会做的决定 都有可能会越 越 偏离正 偏离正轨 好 因为我想要快速解决问题的时候 很多 但很多没有机会去学 或者他没有那个管道去学习 他就用本能去处理 就是 压制啊压抑啊 就回到刚刚讲的处罚 因为这个最快了 狗狗会马上害怕 停下来 但他不是一个 帮助他的方式 他还是 就是因为害怕 所以他不表达 但他 他可能不知道 你要你要他做什么 或他学不到什么的事情 嗯 所以如果当你已经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就去寻求专业 那专业其实有 几个好处是 你可以把你找到的资讯 跟他讨论 如果他 那他如果给你的方式是 哦 他们都讲的都不对啦 用我的方式最对 那你可能要 帮他划上一个问号 就是他好像不是在 那个他在讲他的方式 是不是比较好 但是你可以去帮助他 就是你可以去判断一下 他的讲话的方式 是回到 他还是建立在一个处罚 不管是生理的处罚 或者是心理的处罚 就是隔离啊 忽略这种方式 所以这个是不处罚 当然就是你可以判断 他给你的建议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参考的 好 所以你就询问他 然后你帮你的疑问 跟他讨论 那好的专业 好的专家会帮你分析 你现在卡在什么地方 你可以这么做 然后该有什么流程 他都会跟你解释的清楚 所以这样的话 就可以帮助你去 更能够判断 你所收集到那些资料的好坏 该不来使用 而不是你先用了之后 啊狗狗又不行了 你再用换的方式 狗狗又爆炸了 那这样对狗来说 他其实也会 有一段时间也是很混乱 所以你先直接找专家询问 也许你可能就需要花一次的 咨询的时间 但是你可以把你全部的问题 都在这段时间理清好 而且我觉得现在也蛮多 就是比较好的 就是训练师 或者行为的 行为咨询师 或者是找行为收益 他们也都会给你一些 可以参考的资料 那你可以再去回去研读 然后在后续再做 经济的讨论 那他其实就是一个 也是帮人做一个 渐进式的学习 所以如果你遇到问题 都不要太害羞 说去询问会不会怎么样 或者是 或者是 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 大家都先上网 炒资料开始做实验 这个是 但是我觉得在人的世界当中 也是很担心 大家上网找资料 然后跟医生说 哎我觉得是什么病 然后这个医生也会很 就啊他这样好像不太好 好所以你就 对询问专家 你去干讨论 甚至你可以询问 两三个专家 他们那些很多人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职业 训练师的职业 其实并没有一个 政府认定的资格 那 那很多人会自成 哦对我是专家 但是我觉得可以 从讨论的过程 帮助你去 更能够了解 哦他的处理方式 是在怎么角度 站在狗狗的角度吗 还是站在他 身为一个人的角度 然后让你觉得 可以参考 执行他的方式 或者是 啊也许 我再看看别的人好了 嗯 嗯嗯嗯嗯 了解 所以就是 其实现在有很多 网路上搜寻 就是有很多知识啦 但是大家 真的还是要保有 那个判断能力 那些知识对不对 找一个专业的人 来帮你理清 会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那希望今天的内容 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陪伴你家的狗狗 用正确健康的方式 走过狗生的恐惧期 如果真的看不懂 又如何 又不知道如何操作的话 一定要寻求专业协助哦 今天也很谢谢 正向思维艺术的Polo爸爸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大家就下周见啰 谢谢板娘 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的收听 听完今天的分享 你有什么心得跟收获吗 如果有的话 欢迎留言给我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在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的评论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今天就这样子咯 大家拜拜 拜拜